担任TV1号台的主裁判 国家一级裁判盖威北 记录裁判武林祥许家明 运动员是来自吉林的王云 同样是来自吉林的郑宇伯 下面比赛开始 郑宇伯 请双向我振夺开球选择权 要亮 预备 三二一 开始 郑宇伯后的开球选择权 乔氏中式拔球领导者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信国安第一城乔氏杯2015中式拔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第一站狼房战 最后一个比赛日下午 现在为您安排直播的是现在画面上的郑宇伯对阵王云 这场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马志宇老师担任解说嘉宾 马哥你好 何人你好 大家好 在四分之一决赛王云是战胜了李辉 而郑宇伯是决胜局爪青啊 险胜李伯 他昨天打到决胜局了 就是刚才上午 上午的 王云这边还相对轻松一些 另外一场半决赛是杨帆对石汉青 石汉青是胜了戴勇 而杨帆在上午的提位台啊 是战胜了张广豪 好 两位都是90后的佼佼者啊 最早出名的两个人几乎是同时 有一段时间啊 王云受球杆的困扰啊 没有怎么出成绩 现在又回来了 从上个赛季的总决赛 对 嗯 今天赛场的这边的呃 气候也非常好啊 昨天下暴雨 今天天气非常的适合比赛 对比前一段时间凉爽了一些 嗯 我发现了这个郑宇博啊 就是摆电片的这种啊暴力的炸球 稍微的略显吃亏了一点 对 对 他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对 5号球底弹 这场比赛也是赛制有所调整 到半决赛啊 小时五 应该是按照传统的150分钟 嗯 王云的今天的整理开面下啊 状态有点像刚刚碎醒的状态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 好 好 应该是继续防守 好 勋勾一下二号球 好 二号球底弹 双方的难点都有至少两颗以上 看看七号球的角度 第一端的话是撞球还是交位 嗯 还得继续 继续防守 有漏洞 二十五个号球是不是叫九号球中的 角度合理的话可以可以球 但是看这个角度还应该差一些 需不需要咱九再调十三中带 利用中带的角度 继续留可以球的效果啊 嗯 轻了一点 嗯 不合理的话可以利用十四再调 十四登一库起来继续叫到十二号 利用十二的中低杆 横横库来装 哇 直接下底肝要可以十荷 好 直接下底肝要可以十荷 12号 好像还行哦 停在那个位置的话 能K的角度就多了 对 好 5号中带 没有打吗 到保底带 没有 直接做防守 可能11 13 好像有一个干扰 右下角就没有下了 这是有下的 这个保持为什么这么防守 好像14还有K吗 他是看了一下 说不定要先打11吗 11号球底的 还是11 没问题 没问题 看一下这个K球的效果 还不错 还有的薄 看一下大家注意一下郑宇国的后手 后手的食指握杆 略微的放松出来一个指关节的距离 目前这种手架比较流行 包括奥萨利文 对最早今早就是他 最近呢我也在不知不觉的也改成了这样的手架 就是自己不知道 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指甲 把食指放松出来的话 更有利于你的发力 就是用拇指和中指 是主要窝肝 嗯 啊 用两括吗 最干的判断分比较很大的一个食物啊 犯规 撞的点位不对 应该是要正撞3号 效果才能出来 还得打1号 利用8号来做一个全景的声诺 原来让自己的球活 还没有奔着死去做 是3号球底的 对 我发现了 像郑宇博和施行 咱们的都用斯诺克球杆 那么在遇到这种跳球的时候 除非特别近距离 可能会使用专门的跳杆来打 正常的跳球的角度 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打杆 顺势就直接跳过 先感觉到整个身体的状态 没有完全的展开 打起来有点偏紧 10号小扎吗 应该有完全有下 有小扎 好 看看力道 两人的控球的手感都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好 左下角的底带 低杆 横移库 然后能停在6核3的缝 8号应该还够大 好 用两库 看力度 好 应该低杆我认为好像 8号球底带 空力一点 8号在这个位置 位置的话 可以放心地进攻 稳稳地一推 做到6还是3 3号 好 那角度很好 只需要钉在这里 8球底带 第一局 王云胜 比分1比0 两人的开局状态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没想到第一局要这么长时间 看一看 两人到中盘的时候 看看谁的状态能提前出来 对 对 今晚的决赛是7点半是吗 7点 那么如果要是谁获得冠军了 那么是跟波茨进行一场比赛吗 第二局 在赛前的竞赛规程上 紫色帖子上我看到的是没有这回事 但这两天有听说 但是一直没有就是官方 在我印象中就是帖子上就说没有 就是这次比赛没有说冠军之后跟谁挑战这一说是吧 目前的消息是这样 今年的总责上系的这 如果有挑战赛的话 10万减到8万 挑战成功是在得2万 每一战都是10万的奖金 对 而且这次的话 就是以后游战赛的话 13号取胜的一方要冠军吧 要跟波茨进行挑战是吧 不一定 看这个怎么安排 总则上写的就是国际球星这四个字 我们说应该是包括恒德利 好 这一端的效果非常的理想 这个局面最容易犹豫了 因为到底要留哪一侧的最后的一颗球来较吧 好 是不是要159 完了 之后是12 13 12 14号取胎 又改了 那这个顺序还是最后留10 留10来挑8 看样子是不玩意 想多走一点吧 交叠数 现在的两个状态不稳定 包括他们的思路和发挥 都是随时根据状态在变化 好 高竿上两颗 尽量把主球交到底边的裤边上 要一个反角来保湿 力量 可以 从8和3的缝隙当中 尽量不要把10号做到的太直 还可以 角度合力直接从3的缝隙中钻出来 直接用中低竿 感觉两个状态还不上 他不钻那个3就表示他自己也清楚 现在状态不好 这样的球都不敢打了 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 这球 目前没有难点 只是看校尾的思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就没问题 直接去交四 但是力量大了一点点 可以再重新调整 还是大 真的是手感不好啊 好 这样的话还需要再拼一下准度 8球底的 在赛前王云获胜了以后 他这个有人问嘛 他更喜欢碰谁 因为李博和郑宇波嘛 他个人说更喜欢碰郑宇波 第二局王云胜1分2比6 记得我昨天看新闻 好像波茨签约了奥秘 这是我昨天看到的新闻 哦 那也就是说 这会不会是一个信号 对 对 我个人也想到的应该是 波茨在三年来在中国的成绩和的 他这个在国内的了解 应该是属于第一个签约的厂商了 第三局 可能会不会有信号波茨球杆要出来了 有这种可能啊 有这种可能啊 我发现了 9号 目前的 看到的是15和10号 这杆桥的本意我就没看太清楚 它是想试图交到14呢 15号去中带 我觉得应该是稍微在低一点叫10 叫10中带 我来顺势一推过来打15 这样的话更合理一点 这个角度依然成立 可以 敲一下 有效果 好像有自然点了应该是 但刚刚我看到了明显 发力有一个跳跃的 就是稍稍的有一点静电 好 看看 这以前也那么握干吗 我记得没那么明显 对 这我相信应该是自然产生的变化 不会说是可以 可以要去模仿某人这样去我办 因为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嘛 我自己突然间 因为我原来视频我也拍过 我也知道 不是那么我突然间现在变成这样 可能都是要掌球了吧 但愿你们能掌了 反正我这个握干我来回换 八十几的 换的时候有效果 换完过一段时间就又没了 什么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其实对于真正的就是直接选手来讲 他们没有刻意的要去改动作 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 有些东西是养成的习惯已经定型了 没必要改 轻易的一改的话 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动 可能水平直线下降到后一的有可能 比如说大部分人不会这样的去改正 他这包这个包很有特点 好很有特点 刚才打出来的是喝的 看是个什么东西 这画是毕加索画的吧 我只能看出一个嘴啊 刚才上面有个feel 一次局汪云开晓 一时想不起来是fire的也许说 还一会让他们摄像师给镜头的 到底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干油 这个时候上油 应该是那种瞬间就会干的那种 现在台球周边的这些辅助产品非常的多 包括昨天我都看到有一种DIY的那种 制制的翘粉一个机器 自己来制作一块翘粉 可以各种颜色各种搭配的自己去做 他现在在广州展会有卖这种机器的 我觉得球房很适用啊 这样的话给球房省了大量的一个资源 包括他们说这个整个的很环保的 二楼是底达 所以说有机会我正想要见一见 看看是怎么制作成翘粉 之前我是听过国外那边有人做这种业务 就是你来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翘粉 我来给你做出来 对对 现在既然这个机器都卖了 可能这个 5号球中的 这个生意啊 可能更多的人会做起来 对我觉得现在球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吧 因为对于球房来讲 这就是真正的消耗品 然后看是不是要推上去 看7还是4能穿1 3号球中的 7船要求抵达 看哪个球够了 好7没问题 向前一推 力量还是重了 应该要推 推的话这样 其实要6也可以 对对对 那看看要不要先打6叫7 因为它是左手嘛 然后顺势用7来叫4 看一下还是没有 还够用 第一张的有塞 还可以把6号调度角度 这个球的角度应该力量还要再大 尽量去撞一下 第四局王云上 比分3米1 两人期待中盘的时候 看谁先发力了 现在这个比分也好 状态也好 现在还看不出来 对 在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刚打完好像是有朋友问我 你预测的这个决赛人选 但这个只是一家之言了 我当时想了想 我觉得杨帆和王云 为什么说王云呢 其实杨帆那边 不管是杨帆和石瀚精 都不是什么问题 在这边我之所以说王云呢 可能是因为 包括昨天晚上 第五局 郑宇波开球 今天郑宇波打得比较胶着 一个是有消耗 一个是胶着说明 他不再好的状态 或者说在运气这些方面 所以选择了一个王云 到目前为止 好像就在这几局来看 不是说王云打得有多好 而是郑宇波打得好像 更加的有点问题 比如说右上角 曾经有一颗 他直接想下来开球的那一杆 拉下来 其实那根也差的有点多 不像郑宇波打的球 个人更看好目前的状态 和发挥 还是杨帆 从各个方面吧 从他的现在 他的对赛事的状态 还有他个人的这种气场 还有冲球 对 杨帆的现在的很全面 他并不是说特别功利的那种 一味的进攻 都是杨帆打球 其实我个人评价是更聪明 更会去利用自身的状态也好 技术也好 规则也好 打起来都是很合理的 所以说他打起来 整个的布局看起来更合理 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的打法和状态 更适合夺冠 正好也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像昨天 未免总冠军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 是昨晚吧 戴勇跟刘川 记不清 我想想应该是昨晚吧 两人打到赛点 对 是 是 这个戴勇的心脏也是够大的 八点球最后3比2获胜 那今天戴勇好像已经输掉了 对 已经是输掉了 输给了石汉青 对 两人交锋也很多次了 好像总比分还是石汉青略战优势 戴勇的球不是说不好 而是在竞技这个方面 优势不明显 而石汉青这种稳定型的选手 可能更占一些便宜 八号球底带 刚刚这个球好危险 好危险 对 看这个八号球 这是郑宇博台的桥马 第五局郑宇博胜 比分2比3 开锋青台 这个我相信是自然产生的 对 自然产生的 应该没有可以的去学 好 前两天我也打TV台了 TV台的整体的给我感觉 可能我也好久没有打石浩荣了 感觉有点偏快 但是也好久没有玩了 对对 但是冲球 我记得我有跟周俊 前八局的我的冲球拳 每个都开锦中带 很稳定 之后就不用说了 就可能 首先比分领先很多 打起来就会放松了一些 但是这个TV台的用排球纸 冲球的话效果非常的理想 很好通 嗯 这杆球 直接去包中带 K球的话效果还不理想 局面又变得复杂了一些 13号球抵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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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这么想 哦 它这只是毒袋口吧 都没想见 这种位置算是留机会了 我觉得先不要烦了吧 因为如果9号中带有的话 可以去供了 因为15号其实也不难 不用K 直接左下角抵弹也有 10秒 12号球中带 10秒 12号球中带 就有的话可以留在最后打就可以 最边上那颗会不会有啊 好看看能不能先叫到15 先叫的11 有没有呢 就应该会先打11吧 那11打完之后主球不理想的话 还是不行 15应该没有问题 11号球抵达 定在这里的角度 目前想直接叫酒的话 会很吃力 要立即就干 真是 这种出干真的很难的 漂亮 非常稳定 讲度稍稍小了一点 我先来看应该左下角的底带8号应该没有 好看看主球 没问题 8号球底带 第六局汪云胜 一分4比2 所以说 升降 我觉得 17局 周永波可以讲 奥赛利文吧 带来的不关是球技方面的 他让更多的职业选手 重视了这个体能的训练 包括现在很流行嘛 大家都 都奔着体能的训练 因为一个赛制下来需要好几天 或者一个星期左右 而且最多的话可以一天打到四场比赛 尤其是PD比赛 将近两个小时吧 你八个小时的比赛要全部集中精力 所以说这个体能非常的重要 包括我们这一次 我们也大家都知道我也签约双折了 我们应该是在19的20号会伸扬 有一个拓展训练 增强一下大家的各方面的体质吧 就是类似那种 攀岩了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球员不关是 平时需要训练就是训练球技 还有从体能上 包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吧 都要有一个好的调整 15枚刮到 可以 现在还可以再去装一下 那只要看一下装完之后的效果 只能说还有的打 13 还在10 12 对 目前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国际上包括国内一些某些场上也会 使用的球 现在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亚伦美的TV球 那么现在也会出现 大家也都知道有个这种叫独眼巨人的 其实我也有打过独眼巨人的球 整体的感觉像 它的外表像糖果一样 颜色配合 很好看 打起来的效果呢 其实从打杆上来讲 我觉得是有点偏轻 但实际上每颗球的重量要比 独眼巨人要比TV球重0.5盎司左右 听说是三颗 可能是从那个抛光面上 或者是球的质地上有区别 最主要的是它应该是它的区别 哦 嘴干的明显的赛加少 应该吃一库靠赛来加大 赛吃一库起来 对 对 好 这个还有这么近距离 也需要用到来 十二球抵达 好 牵笔跳 犯规 自由球 好 从这个局面上都会 看到 如果要是手感好的话 直接去打五角七 现在防守的一杆也可以 现在是他要把十号踢到户边 给自己接下来的形态 带来更大的信心 因为对方的球已经靠赴边了 意思就是 张宇博 你今天不准 我就欺负欺负你 这样打 人家一勾万一赌上了 自己赌俩球 十二球中的 已经踢到赴边了 我觉得应该这个时候可以 放开去进攻 因为 这比赛嘛 会有很多意外会发生 不要再等待 犯规 今天这个 这个跳球怎么回事 跳球也不理想 对啊 昨天是十号 应该是母亲节 我有看到新闻报道 因为最近几战 包括一些小的比赛 正宇博都会带他的妈妈来出来 最近都是这样 我觉得 郑宇博呀 他也不说 笑声不笑什么 就是很少真的有人能做到 十号球中的 应该不只是从去年我记得他就带他妈妈出来当游玩了比赛 而且表面看到郑宇博的球技虽然很疯狂吧 但是他这个 十号球中的 人的这个 人 或者人品也好 我是个人比较欣赏的 很实在 哎呀 连续三杆啊 拧上跳杆 又回来了 你拧上跳杆又回来了 这个 很先不拧回去 轮到冲球再说 我觉得王云应该是有故意在磨郑宇博的性子 四号球抵达 真的是没拧上啊 嗯 好 我来叫一 看个人习惯一裤就要还是两裤就要 好 一裤 抵达 八球抵达 八局王云胜 比分6比2 第七局王云胜比分5比2 昨天 有一个时段 咱们的收看人数曾经达到过200多万 哇 那个是 有很多潜在的 啊 好 为球迷着想 哪个方便 就用那个 哦 全色 全色局面非常的好 目前花色也不好选择 好 好 首选4号球 看看是打一个通低杆去撞溜还是低杆 好 看看效果 好 目前只能打5 另一场是杨帆对谁 是汉青 哦 这次是有三个斯诺赫肝肝 对 一个酒球肝 一个酒球肝 对 好 好 看力量 差点大了一点 要不要先打6号呢 打6叫7 好 看这个角度 现在这几个球都可以啊 2叫7 3叫4 3叫4 3叫7都可以 角度稍稍偏直了一点点 看要不要打3 下游球怎么办 1个球球 4叫2处直了一点点 好 2处直了一点点 是1度3处直了一点点 好 2处直了一点点 8处直了一点点 好 2处直了一点点 8处直了一点点 所以现在是8处直了一点点 好球 8球中弹 8球中弹 1分6比2 王云好像缓过来了 周宇博开球 周宇博还没有什么好的机会来缓 一直从局面上 状态上都被压制住 开球也不利 开球实际 2号没有过线 这种冲球方式一样翻用的不错 他就是中间那颗要过线 保不失机 然后再尽量有一颗进 好看样子 花色球要更理想一点 9号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他没有打球看看 哇 有这个 状态上来了 好 11 把9号调到 目前完了最后一个难点 应该就是一个10号 看看是不是要最后 最后打10 11号中弹 角度没问题 顺劲 顺劲打下去的话 可以用15或者是13 来叫10号中弹 大量是12号中弹 转了一下 现在是12和13号中弹 选择一个 加都可以 13叫10 打15叫8 还是15 13 10 看整个更合理一点 15叫8 这样的球稍微有点 不舒服的话 它的秒点会出干 都产生自然偏厚的一个状态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看到 好球 8号球中弹 第九局 王宇盛 比分7比2 关键暂停 休息一会儿 大型文化旅游警员 全功能国际会展中心 休闲度假圣地 中信馆第一城 第十局 王宇盛 刚才也说起过 有很多潜在的观众 为什么呢 前两天发生了一件 闪光灯的事情 因为咱们是在 斗鱼平台直播吗 开了 这边主要是一个直播游戏的平台 那么又会有很多知名的职业游戏玩家 有人看到了之后 把咱们的比赛给转出去 所以咱们一下划了一下 长了很多的朋友过来看 所以呢 现在可能有朋友刚刚切换到咱们这个频道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玩游戏的朋友们 你现在看的是 由青黄岛乔士台球运动推广 有限公司主办的一个台球赛事 我们这一战叫做中信国安第一城 巧识碑2015中18球国际打实赛 分战赛第一战狼房战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天 现在进行的这场比赛是一场半决赛 两位球手 一个是 好像都是吉林人 这两个 都是来自吉林的 这项赛事呢 基本上这个规则 大家比较 基本规则很熟悉了 就是打黑八 在美式八球的规则基础上 做了一定的调整 基本上差不多 规则的细节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中式八球 就是屏幕上 现在这个网站 来查询一下 这里是一个论坛 欢迎大家时不时的来走一走 转一转 可以在打游戏之余 做一座适当的体育锻炼 参与到我们玩台球的这个行列中来 刚刚看到这个局面 汪云上来选择的是小号球 也就是全色 感觉被花色在包围 这个从直观咱们这个角度上看 整个花色在包围着全色球 刚刚明明可以先选择花色球的 但是刚刚网站这杆失误 也太不应该了 集中力突然直接消失掉 这也是要开吗 这个也差得有点远 对 对嘛 直接叫中带就好了 还是看一下 可以 可以 霸球体弹 对 不是说明显的发号已经不需要再包袋了吗 是的 是吧 大家有习惯 怕适应了一项赛事 不适应别的赛事 就是直接打进都不需要包 不直接打进都需要包 其实我个人一直主张的是不包袋 方便了球手 因为球手在打球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连续性的一种感觉 出感的手感 最好不要中途的去为了包袋而影响了这种的节奏 第二个是更方便于裁判与职裁 因为裁判可能球手 抵袋 完了裁判可能 万一要理解错了 可能包另外一个抵袋或怎么样 第十一局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麻烦 然后能观赏 观赏性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运气吧 也是站这个球机里面重要的一部分 球运 你说的运气是一部分 对 是所谓实力的一部分 那是说 我个人建议吧 没关系 我的建议就跟你特别不一样 因为我见过咱们的比赛中有一名球手 在山穷水尽的这种局面下 他打出了一个 九二手抵袋 毫无不负责任的一个大论 我看到之后 其实感觉很不好 那可能是 我觉得如果你是晕向元带 或者一些其他的还好 但是如果在可以不包袋的情况下 可以瞎蒙进一个球 这样恐怕 有利有弊 这种运气 还是 他的存在 不能说是没有道理 有一种所谓存在极合理的说法 但是还是内化 最好还是 起码要有那个意识 再去有那个运气 这很球 看看他的目的 难道是为了想带一下八号 给自己摄了一个摄了一个套 12号秀抵袋 整体的手感特别的差 然后看看六号球轻推是交一还是交二 如果要交二的话 可以利用二号球吹一口来撞一下 还是先打三 再打机会 同样还是这个角度的话 还是建议他刚刚先打二 先留一留三号 这杆的 好像注意力没集中在进球上 线路也不对呀 他直接吃到了上方的那个扣 他打了一个特别薄的点 有点快了 没有让清楚就出杆了 就从目前的郑宇博的状态来看 以往的郑宇博 他不 八号在这里 他不会 可以考虑去 可以出为特别合理的角度 而今天郑宇博的状态 刚上场打第一个球 就直接去 本着八号去撞了 像平时以往 这杆球就不用去撞 直接叫到 这种位置在射程范围内 射程范围内就OK了 但今天打起来感觉很不自信 还是出现了偏差 要不要叫一个反弹中带的角度 霸球中带 这个包带也不太自信了 第十一局 郑宇博胜 比分4比7 第十二局 王莹开球 有一颗球没跟上去 好像失机 开球试计 只有两颗 只有两颗球 这颗的力发的不失 应该会选择接受这个局面 继续击打 花色15号 也不好 因为14神问题 打全色的话 蓝点在7 花色的蓝点在14 11号球中的 犯规 碰球啊 今天整体的表现都很差 今天要不要看看14中带是否有下 或者是打10接2进 它第一感觉啊 好像就奔这个10来的 好像全色 顶7去了 看这个 不错吧 可以的效果很好 好 轻碰一下 15叫6 没有上来最好提前交到1和4 5号球中的 角度稍微应该是要点住的 不要再往前走的太多 啊 我们拥有下降到1和5号中的 8号中的 5号中的 6号中的 5号中的 不过这个球 我倒觉得不用去追球打 走下角 看来是有下 再去量 这样值不值当 走这么远的路 冒这个风险 知不知道呢 现在8号的难点 直接就调 现在屏幕方 做上角的笔带就好了 对啊 我也同意马哥的说法 10秒 也10 调这种位 把它调得细一些直一些 难度可能会比直接 较一个近的 但是又不特别薄的位 容易一些 嗯 角度不错 一酷 给一点用赛的高竿 嗯 哦 没看懂 没必要 直接干球 发球抵带 这样这样 对就是说嘛 走这个远道 是 这是一条线路 但你得应大物小啊 对 刚刚刚高竿直接一酷 直接做到右上角的抵带就好了 看看 看看 准下 哦 稍微跑了一点点 第十二局 王云上 比分 8比4 王云 我记得石汉青一直是蜂木干 呃 这一战换了一个白蜡 王云用的是蜂木 它一直是蜂木吗 啊 王云也是白蜡吧 但是那就是这战 他换了蜂木了 我没有看到纹路 啊 忍不了啊 打了一冲 啊 怒了 这件事 但是里面还是看着有点乱啊 还是没有开到六 没开到 这样的话 如果依然打不完的话 还是很吃亏 打三防守 还是打三进攻了 我都不敢保证它是防守啊 看苗的这个位置 哎呦 又断了 9号左上角应该是没过 还需要出 10号这边也没有 局面还是 不是特别理想 右下方这个地方呢 即便不是正对啊 像是有条 我认为是 先去打比较难的 是防守 但是 自己也没有想过 对方可以有想 这个更没有看懂吧 郑义博打获自己一颗球的同时 打获对方一颗球 看这一盘随先不冷静吧 挡住三了 选择自由球的机会 把局面 一定要有所改观 不能现在这样一直下去 它们这不一样的 至于 这下方的位置 几分 就在那边 看这边 这麽球的 是 有所在的 那边 就在那边 我看下要把6号继续提死吗 可是提死6也会挡自己啊 6号完9号那边去 10秒 是吗 年10 刚刚秒的线路是这样的 这单分离脚直接主球往8那边跑就好了 有这边 还可以 也很合理 不过4号球是不是要打反弹替代 继续再堵他这个两颗球 没有 目前14有进攻 10号中代也有 继续放手 10号球中代 10号球中代 4号球中代 10号球中代 8号球中代 且不 这个局面还是不好处理 rique 在北京也挺濃郁的 这会不会是 这个球就算有个下球 还真的 不太高谱 现在可以勾一杆三号吗 应该进行碰一下 六号球抵达 又过来 变成真正的斯诺克了 把每一颗球都给沾上 对 最多不敢轻易地去进攻 终于波有个突破 会不会打 二五球抵达 来了 要突破 还好 没留下什么严重的后果 好 现在进攻十五的话 打进了再调十一 来帮进二号 还是没有 二号球抵达 嗯 用主球把二号带进 要看效果 嗯 还不错 好 最干它带进二号也会顺势发力 要不然就算轻带进 也没有好的位置 是的 刚才看刚刚这个局面 早晚有人会突破 角度 直 嗯 还行 看低竿能不能不撞到九 而掉到八 嗯 好球 正常的高干的话 被这个十二号给阻挡了 还加了一个右赛 嗯 好球 第十三局 正义博胜 比分五比八 第十四局 汪银开球 嗯 几比几 第十三局 第十四局 第十四局 汪银开球 几比几 第十四局 汪银开球 嗯 几比几 嗯 这局还是花色 花色比较郁向 嗯 没有 选择 选择 那四号哪个带有呢 我非中带就直接有 四号就中带 另外一张球台 杨帆和石岸青打上了7比7 啊 咱们这边更纠结 那我感觉 现在自己弹球7号成问题 哦 这样没问题了 因为有三 嗯 嗯 嗯 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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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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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不太好 还得用5号来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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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球迷特意为了这场决赛啊 就是最后一天的决赛赶过来了 我发现了一个球友出现在镜头里 嗯 前几天没有看到他应该是为了决赛这一天开车过来的 嗯 不出意外应该拿下了 嗯 烤 好,角度没问题 8球底弹 第14局正义合胜 第36比8 正义搏要趁势拉近不分 有点要抬头的艺术 第15局正义搏开球 还好开球有气 好,全色球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最后留的1和4 加8号中档 没有,先去叫5 应该刚刚叫5就好 叫5,叫直的向前一推 打6,一个低杆 一裤,叫4 低杆的角度不理想 看是不是需要一个长台的低杆 5号 低杆走一个大范围 中带 中带还有薄 4号 对盘球还是选择上有问题 4号球中的 4号球中的 4号球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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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利用12号 可以利用14 5号 3号 5号 看看能不能直接撞一下15,或者是钻出来的 直接可以调剔杆 15,10,11,14 11,14 11,15,15,20,15 13,14,15,15,15,20 全部,15,15,16 15,16,15,16 看看这个角度 看到有点偏直了 第十五局 汪云上 比分9比6 这一战由于有一些特殊情况 就是在景区里面办比赛 第十六局 汪云开球 可能造成了一定的在吃住行上的不方便 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 主办方也是尝试性的做这种调整 当然在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抢地一空啊 不像有的时候在球房 一旦有一个比赛 一场比赛一结束 容易形成一定的骚动 这次 整个赛场里面 除了通风系统的声音之外 基本上是比较安静 而且离地远的时候 稍微有点说话声音 球手不怎么受影响 还是有好处的 好 这根药的角度 自己拍就不舒服 那是左手嘛 好像右手来打 之前咱们也提过 汪云本来就是个右手选手 中途改的左手 所以右手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看11号应该有效 有效 时间过半 正好也是抢15 两个人比分加下来也是15 进度还是可以的 我这话的意思就是 我想看决胜局 应该比较难 要打10 就要14号球中弹 昨天晚上也是这样的 类似于这样球 带勇 叫8号 他选择了吃两库 结果叫得很不理想 没有打击 就是这个问题 可能对于我来打的话 这杆球应该会选择 简单一点 叫中弹 不要去多跑酷 但是我发现了 这一杆球和带勇的那一杆球 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可能对中弹在这个时候还是不够自信 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 传统的中18球的球手可能更多的在意 我这一杆把胃叫好 下一杆容易一些 而一定程度上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平均难度 这么一个说法 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说波磁做得对 我感觉他是走另外一个方向 他宁可较得远一些 最干的失误 轻轻的 是要帮进吗 看下是 好球 8号球抵达 犯规 这个球他不拿跳杆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 这个距离太远了 他应该像打扎杆吧 他是要跳吗 这个距离不拿跳杆 要么容易跳飞 好 27 去完了叫3 这样打扎杆 简单一推就好 看上去很悬 还是没有手感 俩人的精力不对 这么打有点略显 不稳定 有点快 像这种一枯 犯规 竟然解不到了 这都是 不太理解 这就好 嗯 七三六四 啊 智涵清又速上两盘 十比七零先一样分 嗯 从时间上看可能都是两个青牌啊 直就直吧 手感还是不好 哈哈哈 应该力量要少一半 一半的力 一半的力 霸球底弹 第十六局 周语国上 比分七比九 看下已经今天吧 一定要努力啊 第十七局 周语国开晓 今天让阿尔的名字去掉 我以为你要开个玩笑说 争取打破怀特的记录 哈哈哈 这么大力啊 也只有 除了最后这颗球之外 有限的三四颗就过了 行啊 以往啊 郑宇博的这大力冲 应该是花花 你都分不清哪边开的行 十颗左右吧 嗯 要过底线 周语国 是否启动快速模式 启动快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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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快速模式的话 对周语国感觉 有利 嗯 这个安球 本一是不想撞到久的 打厚了 要再薄一点 嗯 10秒 这个大部分球手啊 都比较对这个快速模式 有点不太适应 这个大部分球手啊 感觉还没等 反应过来呢 也就多秒了 对 十秒 哎 哎 来了 我心里没念 五 四 三 从现在状态来看 郑宇博是主动寻求突破 找进攻的这个突破口 汪云呢 依然 在等待机会来获得胜利 也就是说更保守一点 我觉得之前 汪云 前半端的状态非常的好 没有 蹦住最过劲 四号球中呢 就是在第一次休息之后 十秒 对 是 烟实 嗯 看看 十五号的燃点 要怎么来突破它呢 追上来 碰上来 在这个角度 开始能撞到二还是十五 像是可以像 还是差一点 酒的手架也不是很舒服 看是我中带有没有下 上两库叫15号右上方的底带 难道中带还有 角度差一点 应该把15号能调得更理想 出干速度稍微快了一点 稍微再慢一点 角度会更理想 没有选择 推干球 还是建议先打15吧 正好中带两库 可以留在8和4的缝隙 10秒 15号球底带 粘食 很低干不太好吧 低干不理想 还是中带算两库 停在4和8的缝隙 应该是更简单一点 稳住 不要着急的去起跳 10号球底带 10秒 换成渣了 力量 上个赛季房云就有过一次 立起来70左右的一个精彩的渣干 稳稳的推进之后 有4号档 有问题 6、4都可以 这一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那要不要打2号呢 2、3、4、3、5、3、4、9、4、3、5、2、0、3、4、5、1、2、 lead 1,2 力量小了一點點 8號球底呢 第17局 鄭英國上 比分8比9 第18局 汪雲開球 第二次休息之前 最後一局 開球的效果都不太理想 都不多 目前進攻有5號跟13號 應該選擇5號了 運氣差了一點 這場比賽 鄭英國的清台 完全不能跟 對張建剛那一場比了 鄭英國扎清兩次 亡運一次 效果非常好 雷桿應該解到不是很難 如果一旦解不到的話 鄭英國一定會找機會去把2號處理 10號球中單 好 看看效果 6應該打不到 要不要打4號球中單 隨意庫來裝一下2號 好 繼續放手 力量 小了一點點 不過好像已經 14的薄片能不能看到 14 可以 可以 還有下球呢 還可以球 還有突破 扣了 還落袋 這個 6球 而且8號好像還有借下 對 這下 總大理了 好 看看7號是否要叫6 6 6完了應該會打1 1號 1號 從3和11的縫隙 轉出來交到4 4 哦 力量大了一點 這樣的話就會很複雜了 如果提前交到4還好 現在拿3去交2 2交4有問題 4交2也是有難度 看這個角度 看這個角度 兩個球都可以啊 打4交2 打2現在也可以調4 看看哪個角度更合理 嗯 調底了 嗯 調底了 嗯 還夠用 稍微穩一穩 嗯 好 沒問題 這桿球最合理的進球是先裝褲之後再裝到9 是的 8號球底彈 就是稍微厚一點大 嗯 為什麼要選擇空心呢 還是說自己要點 是想去接 應該是想接 啊 這樣的話很容易變成合局啊 8號球底彈 嗯 還是奔得解禁的方式 有勾球 有危險 犯規 還可以 這就算好效果了 不錯不錯 但是應該 我看看這個局面 合局的話還要先打9的 或者是打15 把15再往8號方向去靠攏 讓對方沒有解球的機會 10秒 只能選擇去K就 年10 這會不會15彈一庫再擋 變成一個包圍之勢呢 白球王 對啊 要是打合局的話一定要把15 對 對 好了 我看僵局你倆同不同意 僵局我們倆同不同意 沒有辦法 僵局 雙方都同意僵局 那這班鄭宇波 這桿球真的很可惜 好 現在一時半會兒想不起來了 剛才 空心和薄界之間 馬格爾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那個會打不進的位置 空心和薄界 直接薄界之間 直接薄界之間 直接薄界應該不夠 要偷厚點才可以 他剛剛瞄的點 稍微偏薄了一點 薄了一點 兩次開球 兩個中帶回來的效果都是一樣的 都不是 應該是力道的問題 中帶 中帶 這可惜我應該有下 好 打了條十四號 十一 剛才看了一下九號又上膠底的 應該有下 沒有 這是中帶 在這個角度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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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選擇是不是角十四號 可以 上來 十五十四十嗎 上來叫十 先打十五了 力量小了一點 剛才我想到應該最後打十 打十五叫八號 中帶嗎 等一下出現了一點問題 其實就是沒燈起來夠多 打十五是一個錯誤的 十號球抵擋 兩局大好的機會 沒有好好的把握 我發現兩人現在的狀態明顯的很差 在拍一支描球的時候精力不夠集中 一直在考慮著其他球的效果 我發現兩人現在的狀態明顯的很差 十四七 十漢青 十漢青又直落三局 十三比七的話 對方就不好辦了 對十漢青的現在的狀態和穩定性 這個比分真的很難追到 而且這個速度一看就是十漢青自己打得好 對手 對手 五 四 三 好 關鍵的二號球 推酷起來 叫 叫 叫三應該不合理了 只能是叫五和六 還可以叫三 我看了 啊 鄭宇波這兩局 事物太嚴重了 嗯 這個角度只能叫五號球中彈 輕推 對 看不懂了 我現在真的真的沒法判斷兩個人的這個 五號球中彈 自己都笑了 他打三的時候我就覺得 你叫五六抵袋五六護叫也不是問題 嗯 這推過去就危險 因為六叫五就成了問題 嗯 這個 完全不理解了 咱倆還是不要說思路吧 讓他們自己來吧 反正就是十叫八這是肯定的 哈哈 嗯 嗯好球 還可以 運氣也不錯吧 這場冠決賽是十分中強 又對一場比賽 是嗎 好的 休息一會兒 第十九局 鄭宇波開腳 剛才上洗手間的時候啊 碰到兩個人了 毛雲呢是在六比四的時候 受到了外界的一點影響 拍照的時候攝影機啪啪想了兩聲 可能有一點影響 完了之後問鄭宇波的一竿八號球的借下 他打的是空心點沒有本借下的 哈哈哈哈 他是本空心打的 就是大上一局八號 想起來想起來 還有那個中十五那個安球較小了嘛 他說那個十五角度很理想 但是他說目前現在打的這個台 今天的天氣還是慢超 就是他打低竿會很很費勁 啊 我們兩人狀態他說 他自己的狀態不好 現在他的狀態有所回升 看這角度有沒有辦法處理二號 中帶或者左下角可能會有過 中帶 他說他可以在跟他打的 看他可以去拿手 他也會去到 他也會去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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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手 他也會去拿手 滴肝的左晒 这杆球如果要贴裤的话会很难 只要有一点缝的话还可以下出干法来 中带和底带应该都被挡住 本意应该是不要撞到失误 钻两裤起来交到同一个带 霸球中单 两裤翻 还是很难 看力道 有一裤翻 报的是什么 报的是 第十九局 郑宇博胜 比分10比9 开球青台 你怎么会说两裤翻呢 第十局 郑宇开球 好 开球有信有劲 好 全色球 里面非常的理想 咱们打6条5号球中 好 我们的和尚确认回来的是一裤翻 刚才从咱们这个视角看 那个11啊 感觉好像躺住了似的 郑宇博又拿杆指了一下 看上去好像是保右边中带 他可能是描一个反弹点而已 这个角度是5号球底带有吗 还有 应该会叫中带或者是撞14 好 很理想 之后7叫1 1弹音库起来叫4 叫5 这是不太愿意叫到的这个角度 因为7没有办法 好 看自己的手感 别不虚就没问题 好球 又回到同一气宝线上 这样就挺快啊 5分钟 那么如果这局赢的话 接下来就变成一个枪舞的比赛 霸球底蛋 第20局 汪云胜 比分 10比10 开球青台 因为我之前有打过美式九球的比赛嘛 就是每年上海都有一个世界的公开赛 报名费也很贵 是在1500块钱 1500元 第21局 郑宇博开球 第三天 比方说每天的128位选手 是那种 第一天取前两个名额 就是冠军和亚军 第二天依然取冠军和亚军 第三天取四名或者到八名 我知道这样一个赛制 完了之后和每天的比赛是单单逃的 比如说那个这个赛制的话 我觉得我也挺喜欢的 因为我也是去年尝试过打打过 挺好的这样的比赛赛制 就是说可以打三天的比赛 可以打三场 问题是 马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我很喜欢这个赛制嘛 你喜欢这个赛制 对 可不可以也这样搞一下 石瀚青15比7 已经是拿下比赛了 哦 那么恭喜恭喜一下 石瀚青 已经进入了决赛了 至少他保住了 今天老二的这个名号了 对不对 这个还是不要保得好 他这次也是第二了 对不对 十秒 好 希望他今天有所突破吧 留一号球的角度来K球 一号球抵达 最完美的K球应该是 先K到这十几 三五 五 要K到五 哎 这个比想象中还要完美一些 还要好 因为刚刚想 如果要K到三的话 三可能还是四球 K到这个点非常的正 六没有了 那么 没有看到没进 是吧 我一直在想进完了之后 要打哪个球 我理解的是 你看到了没进 然后这是一根神防守 突然间恍惚了 十五还是一个难点 现在九号球中弹 应该还有下 应该不用去K 十秒 要不要打一个双线吧 看有没有合理的角度 好像还可以 双线之后叫十号 十五号球抵达 十五号球抵达 看样子是向存防守 六号球有没有直接 紧带的角度 六号球抵达 有调整 不够 我刚刚要是提前先 叫到九号球抵达 现在这个角度 还能不能做到 像要防守吗 他好像又有点目的 应该是向大防守 对 好 一库 轻轻地解到二号 不是 有点好 是 不错 没有散割 这个角度很纠结 进攻的话容易失误 失误的话会留一下机会 打防守也很难 这个9的话 定在这里 应该是不够 不够做的 感写好 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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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突破 看这角度能不能留住二号 没问题 看看是叫五号中带还是叫底带 这是哪个带 它本应该是叫中带 要是太勉强的话 还不如直接和英国叫底带好一点 五号中带 五号球中带 好 还有希望啊 还有可能进 没问题 看看力度 白球 八号球中带 第21局 汪云上 比分11比10 第22局 汪云开球 这根开球有了调整 能直接进中带了 但是明显是打偏了 线后最后球 好 看现在局面应该是全色球 好 好 嗯 这个要可以的话 看看运气了 还不错 还不错 看一看1号球中带和左下方的底带是否有下 这样的话 都有 好 先打3 这个时候就尽量不要留中带球了 10秒 拿3去调4或者是2 粘食 最后调1就可以 10秒 5 4 3 嗯 我不会了 我也没看明白这个 他不是想叫1号中带吧 应该不是 对 其实上去应该去 往上更去调4应该好一点 用4 哪怕调的角度不合理 打耳底带也可以 好 还有 还有多打 看看力度 看看力度 好 这还有没有多打 这个时候就摄像和这米波抢位置的时候 好 小扎杆 20中带 把力量和没问题 好 这个要好准 对 对 十四掌挡的真的不少 现在不关于是1号的问题 打完1号8号也是有问题 8号的左侧的中带不知道是否有下 1号球抵半 一般的时候这个球会容易打厚 一般的时候这个球会容易打厚 它是薄了 嗯 薄了 奔着空心的进球点去 嗯 然后现在这个局面 看一看中带有没有 这个球 就 就能往前挤一下吧 十秒 十二号球重担 五 四 这 还是不懂 嗯 其实刚才打一杆9号 往前钻一下挡住1号的线路就可以 好 力度没问题 八号球抵赖 这是大好的局面 就这样两个对手 第二十二局 正义博胜 比分11比11 不只是不在状态完全的思路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说两人在这种现实赛尤其是这个加速模式吧 快速模式 快速模式 快速模式的时候 尽量的把这个时间呢 第二十三局正义博胜胜 不要再等读秒的时候 再临时的反应过来 一定要尽量 加快速度 看看有 有劲吗 有劲 太快了 没有反应过来 花色 打完洞口的十四 交到九号 九号角度合理的话 可以高杆 继续调11号裸车的底带 中带 中带要下 那这样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解决9号和11号 现在可以去叫吧 叫11好像理想一点 左下角那边能过 对 先不要调9 觉得应该先叫11 稍微过了一点 嗯 这个角度打11的话 要去装2了 看看白9能不能再 11号球底带 冲出来 好 没问题 把9的角度一定要预留好 其实 嗯 现在打10其实也可以 你打完10最后9只要一轻推的角度可以叫吧中的 现在 现在的话就是要达10的距离 还要考虑要偏近一点 反正我觉得难度会大一些 刚才应该最好我个人建议先处理10吧 10秒 10秒 延时 交位有压力 对 交位有压力 刚才的角度打10的话 应该对于他们来讲应该不算特别难 好 打4终带交期 好 打4终带交期 嗯 没有进 看这一看下来有没有对局面有所改变 好像5号球被挡到 4号球中的 4号球中的 嗯 4号球 犯规 4号球 好 两颗星 好 两颗星 嗯 力度角度都还不错 叫8号球底带 哦 这个也很危险差一点撞到了4号 好 本国又一次反差 第二十三局 盛颖多上 比分12比11 第二十四局 盛预开球 2 第24局 盛预开球 没有下球 开球尸击 好 全色球 尸击 看全色球有一个5号球 4号的右下角替代是否有信 有的话直接拿2就可以做到 解决了一个难点 还剩一个6号 下面灯一点可以浇到3用3来处理一下6 滴杆 用一条6号球滴杆 定住就好 不用向前灯了 其实灯的角度并不好 刚才定的那里打3 顺势向上一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还得打5 没问题 网云两块压缩饼干都吃掉了 已经开球都不容有事了 那天我们在 第24局郑宇博上 比分13比11 张广豪的比赛 昨天戴云队张广豪的时候 张广豪就早早的两次之计 后边就一直很被盗 在开球这个方面 对 刚刚有一幕啊 从卫生间出来 张宇博的妈妈也跟着过去了 出来了以后 要指点一下 或者是说上一盘那个球怎么怎么失误的 张宇博直接给回绝了 说你不要多说话了 张宇博 张宇博 石岸青这两个人私交也很好 同时签约了野报 对 上一次在 就是在千野报那一次 那一天晚上 正好赶上他们在同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我自己跟那儿读响了 直读师 然后他们一堆人进来 第25局 张宇博开球 人开着玩笑 张宇博最后 别说话了 好 看看大力 没有出现奇迹 还是选择全色球 看看打两颗之后 提前去调到5号 10秒 粘石 7-6 看6的角度能不能去调5号球 没有 先打漆 这个线路不好 应该再调整一干 看有没有借下 这干绿线 还是着急了一点 10秒 5号球抵弹 10秒 5号球抵弹 很不理想 很危险 这样放塞点 10号圈 这球是否要留着来K这个空边球呢 十秒 还不错 现在带一下 应该会现在去带 是不是又想说不懂了 还是发力的问题 十二号球中单 看 这是 他是很随手的打了一个 防守也防的不是很彻底 好 这球应该是最后打五了 打五赚吧 这一局两人都有机会啊 但是感觉现在的局面应该是网云更在优势 好 提前把一处理 因为一留在最后叫五应该不理想 不舒服 拿二和三来调五是更舒服 好 二号角度可以 拉回来一点 嗯 调的位置应该他左手会很舒服 点一下球台的中央 好 没问题 不进啊 简单的横出来 别想别的了 还有塞啊 哇 好细啊 还好这个力度啊 力度合适 如果力度大的话 应该就会留在洞口了 好 要不要K一下14呢 嗯 又是追皮了 25局 汪云上 比分12比13 啊 12比13 啊 12比13 26局 汪云开球 看这竿子开球 还是不对 这个 哎 又运气 这竿子运气真的很关键 因为 这一盘如果要实在没有进球的话 很容易 我都提前到赛点 好 看局面 应该是会先打花色 左边中带 接着叫右边中带 最后打10 15 10 2 11 对 就是13 14 10 15 12 11 年10 推肝打好了应该是 教科书式的教位啊 都是 各种下定向推啊 好 14 清退也好 向前点一下也可以 叫10 好 好 直接滴杆 调整到偏直的角度吧 好 依然选择灯杆 看 看它低端可以装2 应该也很理想 看清退能不能留住 还可以 好 弹库起来 停在8号附近 8号的下方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8号球抵戴 好 那么就变成一个抢2的比赛了 好 那么就变成一个抢2的比赛了 第26局 汪云上 比分13比13 现在啊 比的就是冲球了 郑宇博也得大力开 比他今天小力开的也不顺 对 而且还容易失击呢 比如说现在 保守一点 还是大力冲球 昨天我也有跟那个师傅 就是做球杆的师傅嘛 去聊 说是不是 现在可以做一款 好用的冲球杆吧 因为现在都分析到 这个冲球啊 非常至关重要 一个好的冲球杆 也能给球手带来 这个胜率 第27局 郑宇博可以选 更高的胜率吧 白球啊 太可惜了 这个全色球非常的异响 打5直接去调4号球 线后只有球 4号球的角度一定要看好 打完4是否要先调6 现在这个思路还只能是先调4 10秒 腌10 王云是左手 看看脚的位置 嗯还可以 4号球抵戴 好 看这个除肝 主要力度不要卸掉 这两个球应该可以很合理的 调到6号位 没问题 嗯 响了一点点 看运气 看运气 1号球底带应该 应该是没有吧 要有的话效果非常好 对对 左下角相比 两个底带应该可以有 有吗 有 很理想了 看不久 其实这球可以直接一个轻推去交流 就可以 稳稳的推进 调7 嗯 其实刚刚能轻推 控制停在6那 不要偏直 偏直 偏直的话 纯直都没什么 就怕这样的 哦 依然低干 啊 高干 看看力度 没问题 八球底带 嗯 这边打出了一些气势 嗯 这边打出了一些气势 第27局 汪云上 比分14比13 关锋暂停 第28局 汪云开球 关键局还是汪云开球啊 好 这次开球看看力度啊 六 大家都有机会啊 要不要打10号 没有 三号球中打一次 这下局面可就不好说了 看看四号 四号 右边充弹是不是能过呢 而且六这个角度 发力能不能K到 要不处理四的话 还是难题 10秒 坚实 果断的要不要K一下 有的叫吗 有位置叫更好 漂亮 但这个时候的干法一定要慎重 不要下低干 就怕带一下15的话 把8号给打过 力度可以 好 打7去叫1和2 有时候找机会用3叫5 角度这么直啊 应该感觉又打蓝了 应该感觉又打蓝了 稳稳的轻推紧 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 好 打2直接叫一个1的角度低干 叫 或者是打1推 扣叫2 看自己的选择 还是打2了 可以定住就可以 没问题 跟着14的那条线去跑就可以 好 力度够用 霸球抵蛋 分场比赛结束 王云胜 比分15比13 虽然两个人发挥都不好 最后王云还抓住机会 战胜郑宇国 进入了中信国安第一场 乔世贝2015中18球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第一站狼房站的决赛 先休息两个小时 晚间7点钟 我们再见 谢谢